几十年来,研究人员知道,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与增加癌患几率有很大关系 虽然基因会增加患某些癌症的风险 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尼尔森医生说 流行病学家发现,当人们从一个地区移居到另一个地区 患癌的几率会改变,这就说明环境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农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那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很高 可是这类癌症在美国并不多见 中国男性患前列腺癌和女性患乳腺癌的比例小 而这类癌症在美国就很常见 而中国移民到了美国患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几率增加 而患胃癌和肝癌的几率减少 流行病学家伊丽莎白·普莱兹说 除了污染等环境因素 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是增加癌症风险的主要因素 我们所知的主要致癌风险包括吸烟、肥胖 加上不良饮食和少动 在美国等地方几乎50%的癌症和这些因素有关 确定了这些因素后 医疗人员和决策者联合努力 消除那些增加癌症风险的习惯 普莱兹医生指出 反吸烟战略是公共卫生的一项重大成果 过去几十年来 肺癌死亡率急剧下降 因为我们知道吸烟导致肺癌 然后我们采取策略 推广这个知识 防止年轻人吸烟 科学家正在更详细地研究 久坐不动和不健康饮食跟癌患风险的关系 控制那些风险因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包括改变生活习惯 可是卫生官员强调 预防是最有价值的抗癌方法 即为人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预防这种致命疾病 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巴尔蒂摩报道 感谢观看